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眼分明 海瑞的道德彰显但社会价值有限 海瑞在历史上神一样的存在 几千年历史大概只有西汉捷案与他类似 不过捷案虽杠 也没海瑞那么执拗 也远不如海瑞水火两重天的社会评价 一 海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海瑞的为人用一个词就可以形容纯粹 他的思维方式 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童永远停在一个纯洁的世界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学会与世界妥协主动取悦于环境 于是 原先坚守的君子知道 人生理想 个人修为都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 甚至辩解 海瑞不是 从来无视现实 完全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把个人道德修养发挥到极致 在获得身边的百姓同僚赞许后 愈发强化了这种偏执 所以 他坚定地认为 自己才是儒家最英勇的魏道士 尤其是台观觐见后 海瑞更是无所顾忌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了 独立于官场体系的道德之神 有人说 海瑞这种性格的形成 跟他的母亲有关 也许吧 二 海瑞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官员 在民间传说中 海瑞无疑是一个清官 好官 简直就是最高典范 可是冷静下来思考 觉得有事偏颇 官员的好坏 评判指标绝不能光看道德 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 海瑞清廉为民的基本立场值得赞许 海瑞一生清贫 本能地对底层百姓有一种悲鸣之心 因此 他始终与贪官豪强为敌 与违法乱纪斗争总是试图减轻百姓的负担 为此他居然上演了对嘉禁帝的抬官觐见 直接指责皇帝荒书国政 宠信神仙方术 弥费明资国堂 他又对万力帝事件提出恢复太祖的包皮食草 官员贪污八十万贯处以绞刑 以酷刑遏制贪腐 在他任应天巡抚期间 他积极推进一条编法 打击豪强 连恩人徐界都不放过 这种为民请民的精神放在什么时候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二 海瑞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做法很荒唐 可是海瑞在很多事情的具体做法又显得很荒唐 在号称刚正执法的同时 又屡屡违背法律准则 以道德判断行使权利 实在 海瑞断案有四宁愿 与其冤屈兄长 宁愿冤屈弟弟 与其冤屈书柏 宁愿冤屈子 与其冤屈平民 宁愿冤屈赴明 与其冤屈于职 宁愿冤屈雕丸 大唐之上 海瑞只要一看被告和原告双方的身份 根本不需要看诉状 他就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判词 哥哥与弟弟打官司 赢的一定是哥哥 书伯与侄子打官司 侄子必输 平民与富民打官司 富民倒霉 憨直的与雕丸的打官司 雕丸的不用开口就输了 看起来很符合古代的道德准则 可是如果是这样 还要法律干什么 所以 这个海青天 自己的都很轻 做事一点也不轻 他完全是滥用权力 以不公平的方式制造他个人心目中的公平 假如把这个模式带进全国治理 天下起不大乱 三 道德局限阻碍了海瑞的价值发挥 由此可见 海瑞不是一个理智的人 更不是一个理智的官 他始终生活在道德至上的精神世界 缺乏对社会现实理性的思考力和恰当的应对之策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一个孩子跟父母提出无理要求被拒绝后 他不认为自己的要求有问题 反而会采取极端的做法 妄图通过哭闹换取自己的诉求 海瑞其实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孩子无理要求是认知的局限 海瑞则是拒绝长大 这个结果导致他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 去思考作为官员该如何发挥更大的价值为您服务 结果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精神伟人 在实际社会价值上被禁锢在低层次 三 如何评价海瑞的社会价值 在古代 官员遭受弹劾是一件大事 宋朝甚至有钱规则在相受到弹劾 无论是否属实都要辞职 明朝虽然官员们疲后 但是弹劾也不是随便用的 而海瑞一生至少遭受三次弹劾 抛开政治斗争 刻意打击政敌的因素 也不能说所有针对海瑞的弹劾都无终生有 比如书画指责海瑞迂服制缓 不同小事正要领 比如梅昆作弹劾海瑞言过其实 妄图恢复酷刑等 张居正在别人的举荐下 也有过启用海瑞的心思 可是最终放弃 有人说张居正贪腐 害怕海瑞有这个因素绝不是主因 像海瑞这种人 道德无可指摘 可是要说解决问题的能力未见得多强 张居正需要的是能帮他推行改革的人 而不是工人瞻仰的雕塑 张居正侠不掩于造就大明中心 张居正历史形象大体上是正面的 也有人指责他的阴谋和贪腐 一张居正的两副面孔 一张居正的君子之风 张居正一生处于利益风暴中心 这类人基本摆脱不了构陷的恶名 可是张居正竟然能做到 连严松都称他为小友 高拱即便在最恨他的时候 也可以与他交心对饮 曾经因他被打残废的邹元彪 在张居正死后 拖着残腿为张居正的不公待遇 四处奔走呼嚎 处于尼苏我活的状态的敌对势力 都能有这种胸怀彼此对待 可见张居正的风范足以感染众生 万利新政改革力度之大 历史少有 黄泉的支持固然重要 倘若没有广博的胸怀 争取同僚的支持寸步难行 二张居正的小人嘴脸 货人指责张居正贪腐 奢侈 恋拳 阴阳脸 实话实说 这些指责还真没法完全洗脱 他与冯宝勾结 以阴谋干掉了好友高拱 霸着首府之位 违背笑到不守志 做32台大教 美女侍从 一路招邮回乡等等 可是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 也许结论不一样 比如张居正与高拱的首府之争 以高拱的极端 没有张居正他就能保得住首府位置吗 在外朝都快成光感司令了 还得罪皇帝太后和内向 张居正手段不光明 高拱干倒徐界就那么阳光吗 在政治面前 道德很脆弱最好别提 换个人谁做32台大教都是找死 张居正来说不算是冠冕堂皇的说 人家是工作需要 不能在马碑上看公文吧 不能在颠簸的小教理批奏折吧 也不能让他自己端茶倒水吧 翻翻是书 其实张居正的说话 还是很有限度的不值一提 至于探污 张居正死后抄家 就超出十几万两银子和银器几千两黄金 与万利皇帝心目中的200万两差距太大 所以 硬逼这张静修 张居正长子承认 还有30万两寄存在别人家了 结果张静修自杀抗拒 从抄家所得看 张家的财产显然有来路不明的嫌疑 但是跟真正的巨瘫差距太大 所以 给张居正扣上半身贪腐太过分了 作为首辅 大手笔的礼金往来少不了 可是他绝对算不上巨瘫 连瘫都有点勉强 三 张居正的围观之道 既然孟子都说了 打者奸祭天下 评价张居正 最重要的还得看他的围观之道 一 超拔的大格局 张居正的贡献绝非偶然 能把天时 地利 人和其余一身 其实背后就是大格局起了决定性作用 张居正的大格局是什么 富国 国家富裕了才是因道理 其他都不重要 大明的没落就在于国穷民弱 为了根治他 就得打倒政敌 抓牢权力 为了推行改革 就得团结可用之人 不怕得罪人 甚至不惜个人生育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多大事 能不能做大事 就取决于格局 格局不高的人 根本便是不清未来 也无法做出正确取舍 张居正知道 他的改革会再造富强的大明 收贿的是国家和百姓 所以为了他 什么牺牲都值得 二 清德重效 张居正有一个理论 您用巡礼不用连利 用曹操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有才 道德缺损也能用 相反 控讲道德的人 就让他回家独善其身去吧 比如海瑞 这大概就是张居正不愿意用海瑞的根子 张居正不光自己受贿 还行贿 比如冯宝就没少的张居正的好处 可是张居正很清楚 这是结交冯宝的手段之一 离开冯宝 改个村不难行 当然 张居正也不是开银行的 他也需要镜像 受贿也是必然 这些瑕疵 相对于张居正这块美玉来说 实在不算什么迫不得已的手段而已 目的也不是自己享受 有什么好指责的 三 味道现身 海瑞是读书人 安心羽毛 张居正也不是黑乌鸦啊 他难道不知道一身白羽毛光荣 这何尝不是一种味道现身的精神 比如夺情事件 张居正即便在贪恋权力 他也不会不懂舆论的压力 尤其是五门外已经被打得血肉横飞 他承担着多大的压力 可是改革自此 国家离不开他 他可以爱心羽毛一走咬之 改革毁了 丝毫伤不到张居正个人生活 相反更逍遥自在 丁忧结束 还可以回来继续当首府 所以 我们不能光看到爱心羽毛的人高尚 更要看到为了大义 敢于弄脏羽毛的伟案 三 张居正的价值所在 崇祯帝曾经感慨说 德庸相摆 不若得救世之相亦也 他的话高度概括了张居 正对大明王朝的历史价值 他拯救了平临破产的帝国 由此 张居正也被誉为 古代历史帝制 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 没有之一 与封建时代的商鞅 堪称改革双臂 使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 意味深长地说 世间已无张居正 所以 张居正对社会的贡献 远非道德君子 海瑞可望其向背 马鞭与马车 不能光看表象价值 BJH没世俗的目光 结束这篇文章 马鞭和马车相比较 其价值一目了然 无需考察 然而 我们又不能在一个系统里 单纯为显性价值而论 因为没有马鞭 马车也跑不起来 甚至有可能翻车 就像海瑞与张居正 如果单从显性价值看 不在一个重量级 可是我们也不能轻视海瑞的虚无价值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不是独立的两种境遇 而是一种思想在一个人身上的完整体现 一个连独善其身都说不到的人 妄图兼济天下 恐怕只是书呆子的白日梦 一个能兼济天下的人 不经过独善其身的经历 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对个人而言 对两位人的相互关系来说 独善其身的海瑞 何尝不是对兼济天下的张居正一种鞭策 有海瑞这样的人存在 张居正们才会实时保持警惕性 谨慎心和畏惧感 才不至于迷失自我 所以马编也很重要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